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凯撒沙拉 凯撒沙拉可是小于全世界 它主要的食材就是生菜和面包 生菜就是这种长形的Ramen Lettos 面包你可以用任何的面包都可以 像我用的今天这个是法式的面包 很多人都以为凯撒沙拉是古罗马的凯撒大地吃过的 实际上这跟凯撒大地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会做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讲凯撒沙拉的故事 凯撒沙拉其实是诞生于美国 但是它是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一个意大利人发明的 所以你看它的食材是非常的意大利风格的 有新鲜的柠檬 特辑初榨橄榄油 帕瓦森干烙和大蒜 这些都是地中海料理的典型的食材 做凯撒沙拉的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把蔬菜洗得非常干净 之后我们要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菜上的水擦干 此外还有一个方法 像我这个是一个沙拉的甩干桶 你可以这样摁一下 它就像这个洗衣机一样 沙拉里面的水就把它甩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沙拉里的水 把这个蔬菜叶上的水甩干呢 因为如果你上面有这个水的话 就把一会你调的这个沙拉的酱汁就给稀释了 那么这个沙拉的风味有大打折扣 面包我们就把它切成小方块就可以了 面包块的处理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用烤箱 我先把这个烤箱预热到了180摄氏度 然后把这个烤盘上撒一些橄榄油 之后我们把这个面包块都拌一下 让它每一块都沾上这个橄榄油 放到烤箱里烤8分钟左右 一直炒到它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第二种处理面包块的方法呢 就是在平底锅里面 大家看我现在正在煎这个蒜片 一会儿呢这个油呢就充满了这个蒜香味 像这个屋里已经出来这个味了 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面包块 倒到这个平底锅里这样炒 这样的面包块炒出来以后呢 金黄酥脆在这里面呢 浸润着这个蒜的这个香味 非常非常的棒 这样一个香蒜面包的味道 像一会儿你做沙拉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刚才炒的这个蒜片啊 给它挑出去 现在呢我们来调这个 做凯撒沙拉的这个酱汁 我们先放两勺蛋黄酱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西斯卡蒂尼呢 它是往里面啊放的是生的蛋黄 但是呢生鸡蛋呢 对这个老人和小孩还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都用这个蛋黄酱来代替 再稍微挤一点点这个芥末酱 芥末酱呢 它跟日本的这个芥末是不一样的 它呢是一种酸啊酸的 还有一种芥末的味道呢 是在西餐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调味料 这个我们大概挤进去 四分之一个柠檬的汁就可以了 因为挤太多的话呢 太酸了 好 那柠檬以后 我们把它在这儿调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时候再放上大蒜 在大蒜在这个地中海料理当中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调味 它给我们身体呢 也是非常有益的 那么我们把它压碎以后呢 再放到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酱汁里呢 你就不会吃到这个一块一块 比较大的这个蒜了 所以它也会跟其他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就没有那么臭 接下来呢 我们再放一个 也比较有冰中海特色的呢 就是凤尾鱼 这个凤尾鱼呢 它会添加一些非常非常独特的这种味道 因为它的味道也比较咸 那么它还加上一种 就是经过储藏的这种海的这种味道啊 非常棒 当然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凤尾鱼呢 不放也可以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鱼的味道 但是放了凤尾鱼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宗的 凯撒沙拉的这种做法 这时候呢 我们往里面放橄榄油 橄榄油要一点一点的倒 倒一点搅一下 倒一点搅一下 接下来我们放这个意大利菜当中啊 最重要的一个调料帕马森干烙 把它擦进去 然后把它调在这个酱汁里 你看那个所有的意大利菜啊 最后的一个点缀都是这个帕马森干烙 你吃那个意面 包括意大利的一些其他的鸡肉的菜啊 还有意大利的披萨上面都有这个干烙 我们把这个调进去以后 这个酱汁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丰富了 好 我们再放一点点盐和胡椒呢 来调味儿 对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呢 是这个辣酱油 这个辣酱油呢 其实是从英国传过来的 那么到了这个上海呢 上海也有一种辣酱油 跟这个呢 其实是一样的一种东西 当时从英国传过去的 辣酱油 然后呢我们再放一点点盐 所有胡椒 这些菜的所有的菜当中呢 我们都要放新鲜的 线模的这种黑胡椒 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好 这个酱汁调好以后呢 你可以啊 稍微尝一下 尝一尝它的这个咸蛋和味道 然后呢你可以呢 根据你的喜好呢 再调整一下 比如你可以添加一些什么 其中的某些这个食材 某种调味料 尝一下啊 嗯 这个味道特别浓郁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切成块的菜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呢 我们要就是慢慢的来拌 不要用太大的力 这样的菜就慢慢拌烂了 那么你要尽量的让每一个菜呢 都沾上我们的这个精心调制的酱汁 非常非常的美味 拌好这个菜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处理好的面包块放进来吧 我用了两种方法 一个是平底锅做的 还有一个我用烤箱烤的 好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都放一点 炒放一点都可以 稍微的轻轻的再拌一下 这时候最后呢 我们还会在装饰上 最重要的这个帕马森干烙 那往上面啊 再擦一点 擦一点之后呢 我会用一个削皮器啊 再刮点这个帕马森干烙到上面 削皮器在这儿 这样 刮一些这个奶酪片 在萨莎拉呢 最天才的发明啊 就是面包块和生菜的组合 欣赏它源于一个究竭的故事 当时去在卡丁米的餐馆啊 马上就要打烊了 可是呢 翻来了一大堆客人 结果餐馆里啊 什么都没有了 他翻了翻厨房啊 只剩下这个面包和生菜 于是呢 他就细节性的在客人面前 他经常用的这些调料 再加上一个收鸡蛋 这个鸡蛋啊 包举过头顶 啪一下打在这个沙拉碗里 然后兴趣性的呢 做了这个卡丁米的沙拉 之后啊 不断有客人都回来 不要点这个沙拉 觉得呢 非常非常的美味 于是呢 这个沙拉就正式上了 他的餐馆的菜单 之后呢 更是风靡了全世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